RV 開來啊 開來啊 賠儘了 《Bone》 又要看Dart歌 聽到嗎? 這個媽媽有沒有問題呢? 秋風 這畫面都沒有人 什麼? 聰明機? 你有沒有? 喂喂喂喂 聽到嗎? 閃閃閃閃 有什麼壞的? 真還是假? 現在什麼閃閃閃閃? 你說沒有 你回覆一下 現在還有沒有 現在可以了 可以了嗎? 所有東西都正常 正常就好了 沒事了 OK 繼續 今天其中一個新聞是有關 最近很流行的 現在政府有意將長者的縱門援助 本身是60歲就可以申請 現在他說什麼要提高 你太早申請到了 他就說你不知65歲左右 那你就可以申請 即是要把那些錢押後還是怎樣 類似就是把長者的申請條件 將他改變 本身60歲申請到的 現在就要改到65歲 就是這樣 其中當然引來很多人的不滿 說怎麼搞的 現在的生活已經不太好 已經很艱難 草牌有些新聞 就是有些老翁發生了一些悲劇 代表老人家的生活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在香港為何還要這樣做 最新有一個官員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如果人類的壽命 我忘記哪個官員這樣說 他說人類的平均壽命現在已經延長了 他說如果人類的壽命是120歲 那天其實 他說中年就是60歲才剛開始 不是老年 不是老年 因為他覺得那些長者優惠 長者的援助是屬於老年人士申請的 他說60歲現在只是中年 科技昌明 人類進步壽命長了 他說你們60歲 應該都只是中年 當然很多人說是白癡 首先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如果人類的壽命是120歲 你可以說60歲是中年 但是有些人在貼那個 建歷事世界大傳 他說史上有多少人 有120歲的命 我在Facebook 我這幾天沒有做調查 但Facebook又貼了 他貼了一個阿婆 他說歷史上好像只有一個人 一百二十歲 一千零一個 沒錯 如果你是新人類 你也可以 如果你是那個阿婆的後代 你就可以有機會 吻合這個條件 第二我想說 就是政府其實有 法定退休年齡 法定退休年齡 是不是有一個類似的法定退休年齡 就是老師的公務員 最多做到60多歲 是不是60歲還是65歲 我想跟你說 如果你覺得60歲才是中年 你是不是正常可以做多 10年 起碼六七八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才可以說 這個理論你才能成立 中年人是可以有工作能力的 老年你才要他 你應該退休了 老了 退位養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和你那個法定的 退休年齡 已經有點不合 65是法定退休年齡 好 先射完這個 自若扣 好 看你怎麼發辦 哎呀可惜了 即是你說中年人 60歲是中年人 接著做五年 你就極速衰老 變成老年人 什麼意思 所以他這件事 我就覺得他情理上 都說不通 對不對 對 對 還有他說什麼 120歲 即是他這個論點 都會令人覺得 神經病 事實 很多公公婆婆 七八十歲 還在打工 但你要想想 七八十歲 打工 有很多都是 可能只能夠去 撿紙皮 因為 為什麼呢 不是那麼多工作 會聘請 七十歲 八十歲 還有他們未必有工作能力 體力 精神力 去應付 畢竟年紀大了 所以這件事 是 比較困難的 好 有很多人說 這個措施 冷血 冷血無情 可能他自己 養專儲優 可能他做的工作 議員 開個會 輕輕一點 當然 六十多歲 都能升任 你也可以說 李嘉誠 做到這樣 他不是一樣 還早 怎樣怎樣 你要看看 什麼工種 例如你做廚師 假設你大半生 都是做廚師 廚房 大家知道 酒樓 餐廳的廚師 其實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對不對 當然要對著火爐 拿起鍋 都很重 如果你過了六十歲 體能 都開始下降 是否有本事可以繼續做呢 這也是很難說 所以有很多人對這個政策 覺得不近人情 就是這樣 你們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又是什麼 在議會睡覺做到二百歲 都OK 你說得對 而且他那份工資 很難說 很難說 以議會睡覺 即是打機 那些都是不錯的 又是什麼 老了的時候不用用錢 怎麼會不用用呢 如果真的不用用錢 又不會有這麼多悲劇 對不對 對不對 醫食住行 簡單來說 在香港又有租貴 有些租貴 又貴了 吃不用吃 最基本都要吃 對吧 你最窮的 最窮的是什麼 每天堆兩個麵包 買杯麵 買杯麵也要錢 然後衣食住行 前半世當你零元 你前半世買下的衣服 繼續穿 穿到你老死為止 好了 當衣不用付錢 走 不准外出 只准走路 不過你已經老了 你還能走多少路 你的體力 你的骨頭還能否應付到 不准坐車 慢慢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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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自己 這樣可以的 這樣也要錢 你想想 燈油火立 電器 不用錢 不用給電費 不用開燈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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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點死 老人家趁你抵抗力 繼續洗熱水 煤氣費貴 給不起 他這樣說 叫你洗澡水 那就沒有人性 如果你說得出 六十多歲 不用錢 腳有事不要緊 用手 有人說爬 很慘 所以說這些 不過現在老人家的 換助金 一個月有多少錢 什麼水果金 那些 你們怎麼看 現在正式是多少錢 就是 生果金 2000元 就是說 拿那2000元 要加 要65歲才可以 有些人要3900元 說真的這麼少 3900元 說真的 在香港算是什麼數字 三千多元 用得 一聲就用完了 說真的 只用在吃 那裡就已經用完了 所以 其實就是 真的很沽寒 如果你對比起 那些鐵路 百多億 這些 沽寒 肯定是 值得被人罵 人家自然 懶惰 等等 說完這些 就說一下 輕鬆一點 就是 新的喜劇之王 將會在農曆新年檔期賀歲片上畫 大力頭盔 不是賣廣告 今天想說的新聞 就是最近張柏芝 張柏芝 大家知道 喜劇之王 就是第一集 周星馳主演 另一個女主角就是張柏芝 當時張柏芝還是初出道 今天 為何又會出來呢 就是因為 這個新的喜劇之王 周星馳 找回張柏芝 配音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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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回她 報道中 訪問 周星馳 說喜劇之王 如果不找張柏芝 真的 不知道找誰 所以 一定要 找她 配音 她配的角色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 舊的角色 還會不會在 找天壽 周星馳就是飾演的 找天壽 張柏芝飾演的 叫做 柳飄飄 不知道是不是還在 然後 他們兩個 很開心 很久沒見 然後 在記者面前放一些經典姿勢 其中一個 周星馳 教張柏芝 追女生 托她下巴 然後 教張柏芝 含鬚疑 即是 畫面 他們重複做一次 其實 他們的姿態 都做得 與之前 差不多 也是這樣 夾腳 另歪一點 那些 姿勢 就是 做得 差不多 一做 就做得 好像以前 這樣 至於配什麼 角色 暫時不知道 看看你們會不會入場看 張柏芝經常說死KLF 死KLF 閉嘴吧 他經常在罵阿穩天愁 最記得周星馳在想了一大堆 當時是劇劇說莫文慧想找新演員 找周星馳做 周星馳說我已經計算好了 幫自己改了英文名字 叫做No.1 一邊說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覺得計劃是怎樣怎樣 最後就說不用理了 我們已經找回人 我們大哥有期了 我不找你了 之後他就馬上灰心了 這一刻就覺得和人生很相似 有時候你以為機會到了 誰知道是一場歡喜一場空 不是叫No.1 我叫No.1 是叫No.1 是叫No.1 不是叫No.1 哈哈 然後有些人說有什麼外賣仔 說回外賣仔 又有一個小故事 因為最近他要拍喜劇之王 有些人說回以前的故事 當時吳孟達 這套本身未必會在喜劇之王出現 本身是做警察 做看著飯盒 吳孟達 就經常在那裡 拿一個瘋子 在那裡欺負他 拿什麼飯盒 然後就經常在那裡打周星馳 那樣 你夠膽你就拿 這樣好角 這樣 他說本身這個角色 就不是玩吳孟達 他說因為好像說奇不對 後來就 周星馳說我要開拍了 怎樣怎樣怎樣 之後呢 打個電話給吳孟達 但吳孟達就不知什麼 一下機就馬上衝過去拍 之後就臨急臨亡 就拍了他 就是這樣 周星馳和吳孟達最後一套 合作的電影 或者電視節目 是不是這個喜劇之王 好像不是 還有少林足球 之後就是少林足球 就是這樣 當時就是 為什麼說回這則新聞 就說當時好朋友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就是 什麼臨急臨亡都有 其實還有的 報紙上有說 他就說功夫 本身有找過吳孟達 但是功夫那個期 曾經一度有拖延的進度 即進度有延五 本身吳孟達就 漏空了時間 但是後來 由於那個進度嚴悟 不硬打又接了一套電視劇 導致 剛剛就是嚴悟了 剛好又到要拍電視劇 沒有辦法 結果就是 即是無法感染 原坑一面 沒有在功夫那套電視劇裡面 就是 有份演 吳孟達 有些人當時 即是有些人在猜 如果萬達演功夫 會演哪個角色 我猜又可能 懸華 不過不知道 但他未知 吳孟達 所以是不知道的 剛剛有位兄弟說 喜劇之王的前面很好看 然後後面 變成外賣仔 反而有些狗不搭 因為他想說 真正的演 他說做臥底 才是真正演技高手 考驗演技高手的人 因為這個是生 即是拍戲 你也有NG 他就是配合生命舞蹟 你做臥底 你做錯一點 你馬上被人 拿槍打爆你的頭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 但剛剛看過 有些兄弟的留言 就是 不代表我的立場 有些兄弟說 看了那個導演 他說老實說 沒有興趣看 不過也是 這個正常 因為你對那舊的喜劇之王 你都會很想 周星馳繼續演出 畢竟 附近附近 就沒有 就是有很多 那些 新面口 或者大陸演員 你就是很難投入 到 你們覺得好不好笑 我自己覺得也不太好笑 看上去就是 看上去就是 怎樣說 他就說 誰出來演啊 然後有些人在舉手 這個這個 這個 為什麼我覺得不太好笑 就是 可能太多那些 怎樣說 就是那個 騎尼角色 或者怎樣 那些騎尼角色 又不知道 演得 有深度 有些少少少的 可能只是 外表是騎尼 但他未必說 好像 昂斗先生 你覺得騎尼 但你會覺得 很好笑 哈哈 那就是 很多大堆 頭 這樣 就是 一大堆騎尼角色 然後 沒有什麼焦點 然後 他們又 騎尼角色 他們未必說 演得超級好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覺得 令你眼前一亮的地方 應該找我演 說真的 我就可以做到 說真的 我就是 一定是演得很好 因為說 他自己做才有味道 那倒是 有時候可能是這樣 周星馳 他自己想到的東西 但不是那麼多 演戲天才 他想到 好像你現在回想 晚上看蓋世豪俠 你自己想想 周星馳自己說 那些對白 什麼 慢慢坐下 他喝口茶 先吃個包 然後 他的表情 合起來 各方面 節奏 他做就OK 你隨便找另一個好戲之人 或搞笑的人去做 未必是他那種feel 他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他自己演的 的確是最配合他 他指揮人做 當然他也有一定的指揮能力 但人家未必可以配合 未必有個本事 就是這樣 今天出地鐵被人搶 那一集玩了半小時才能走 對 那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很生氣 為什麼你不馬上叫他 有沒有嘗試抓住他 那些 你有沒有叫他幫你拍 肯定沒有 肯定那個人不聽你說 或者你有叫他不認 所以你才玩了半小時 對吧 你就是深受其害 對不對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新年拍一套 有機會 可以 新年 新年 做個可惜片 可以 可以 找人投資給我拍 我一定令你滿 可以 好 好 來 我拍什麼都可以 什麼 可惜片 通常有幾種 有些是動作型的 河瑞片 有些是嘻嘻嘻嘻型 嘻嘻嘻嘻型 有的最基本就是 什麼家有起事 那些 動作片 以前 成龍也有一 好 成龍也有一堆 雖然是驚險 但最後是快險為宜 還有 河瑞片 最後一定要有 妄氣 全部都衝出來 恭喜發財 什麼 什麼 大彎 一定要全體演員 有這個 只要你 齊集了這幾個 幾個要素 你就可以成為 賀瑞片 所以 是 不算很難的 通常中心思想 不要太灰暗 那些就OK 去年就有我 不過我是演的 不是我拍 你想我拍 就有機會 九年就有 九年凍督特工 九年凍督特工 就是有我演 在河瑞片裏面 剛剛報紙有說 全年港產片票房 是 第一 代表什麼 就不用我太多說 不需要太多說 我只是說 上上下下的演員 工作人員 都做得好 所以才能獲得 全年票房 第一 對 所以我就說 如果新喜劇之王 找我做 又是有機會 如果你懂得找我 就找我做 可惜片 一定是做第一 第一 第一 好運 你們叫星爺找我 可以 你們有沒有認識 星爺和他好朋友 怎樣怎樣 可以 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 為了捧我的牆 謝謝 我當時看得到 特工 為了捧我的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第一 真的很少可以 演員 第一次演戲 演中 全年 全年 全年票房 第一 紀錄 五二 腳好 當然 要有演技 也要有運氣 所有東西都好 最好 很全面 對 就是這樣 說完這個 就說說其他新聞 農曆新年就到 相信大家都會吃很多糕餅 今天 今天 今天又要說一下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官方組織 就是那個燒委會 燒委會 燒委會又在最新一期的CHOICE 即是他那本雜誌 燒委會定期會做一本雜誌 選擇 CHOICE 他又公布很多餅乾 原來含有幾種污染物 那些污染物的名字非常滅 我就不太記得了 不知道什麼綠 不知道什麼盆 這些卡卡卡的化學名字 它有三種 其中一種會對動物的腎功能有影響 此其一 以及對男性的生殖能力有影響 這是其中一件事 會令你性無能知 會有影響 當然是負面影響 好的影響怎麼會跟你分辨 不會在警告你們 一定有負面影響 你的腎和生殖功能有影響 第二是會增加患癌的機會率提高很多 長期攝取的話 哪些會出事呢 發現當中比較多是蝴蝶酥 大家有沒有吃過蝴蝶酥 蝴蝶酥和曲奇屎 曲奇餅會有這些污染物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說 超級的報紙報 在200度的高溫之下 它會跟脂肪中的綠化物 產生化學反應 導致這些污染物形成 人體來說 當然這些不能攝取得多 不知道攝取多少蝴蝶 已經超標了 當然要根據個人體重 因人而異 但它會有一個比率 成出來 你就知道每人 其實都 每人每日都不能攝取過多 當中有哪些呢 我剛剛說的 蝴蝶酥 很多品牌都有 還有 有些東西 大家都猜不到 就是彈卷 彈卷 含有的污染物 超高的 還有那些杏仁條 通常是焗到脆脆的 香香脆脆的 很容易會有 按照這樣看 就是焗到酥 酥皮類很容易有 按照這個推論 我就在想 會不會那些牛角酥 都會容易有這些污染物 因為牛角酥 都是那些酥皮狀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有很多大牌子的 有很多榮華彈卷 我記得是有的 然後 奇華好像是低一點 也有 然後還有的是 好像是藍貫曲奇也有 我記得藍貫曲奇也不算很多 最高的就是彈卷 我記得其中一個最高的就是彈卷 蝴蝶酥也是 通常是頭幾 頭幾都有那些 然後就是 大概差不多 因為太多了 它裂了很多 很難 不能一一盡技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過年就不要吃那麼多 吃一兩塊 可能就 剛剛好 如果你一天 整大 好像藍貫曲奇 一天 一層 應該是超有標的 這些就要留意一下 其實還有一件事都要留意 很多曲奇都有什麼 含有反式脂肪 對 反式脂肪的英文叫 Transfat T-R-A-N-S-F-A-T 這件事我就很久之前已經知道 很久以前看電視也有說過 類似說什麼脂肪 又是經過高熱 即是加熱 或是怎樣 就會變成反式脂肪 通常是油 油 油 即是你做那些 酥餅類的東西 東西又下油 好像又是經過高溫 很容易就會有這些東西 有什麼問題 反式脂肪 就是脂肪 如果你看之前很多的報告也有說 例如有什麼吃雞皮 其實那些是可以分解到膽固醇 膽固醇也有什麼好壞 他就說反式脂肪 那些就是最難些 被人類分解 或是怎樣就容易在體內積聚 我印象中是類似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特別留意 我印象中 如果你喜歡吃餅類的東西 有一隻叫做 洛家 洛家 洛家的餅乾 通常會有瓶子醬 像那些威化一樣 一格格 四方形 一個正方體 洛家的餅乾 它有標榜 它的嘴巴 你會看到不是賣廣告 純粹是健康 分享給你聽 如果你喜歡吃餅 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一開始那個 麥頭的標誌包裝 它就寫著0% trans fat 即是不含反式脂肪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洛家餅乾 但是最貴的 通常在超市賣的 四十多元一包 差不多 有沒有記錯 好 先說這個自由球 先說這個自由球 好 哎呀 我認識一下 中籠 0%不代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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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歐洲 還有歐洲 即是鬼佬製造的 我忘記了 是甚麼 意大利還是哪製造的 我忘記了 歐盟族很嚴重 你敢說謊 立即拘捕你 立即拘捕人 封艇 歐洲人 歐洲人最討厭這些 明明下毒藥 但是說不要 立即拘捕你獲金 肯定 所以 0%是數學上 甚麼是0% 不會吧 0%不代表沒有 應該沒有可能 他會四捨五入 少於0% 好 唉 我認識 起碼他都敢標榜 他就知道自己出名低 還是好的 否則怎麼敢說 假設你的食物含有紫顏物質 你膽敢大大聲寫出來 含有10%紫顏物質 在威風嗎 你當然是低的 才寫出來 放在封面上 認識 讓人們買 他自豪的東西才印在封面上 對吧 對吧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選擇餅乾 我也有留意這些 我很注意 這件事 你們知不知道 樂家餅乾是賣多少錢 而且也不會賣這麼貴 如果真是差勁 樂家餅乾我沒有記錯 是40多元 又是甚麼 安全點吃假藍罐 有人說假藍罐 假藍罐有沒有上榜 我不知道 但可能他沒有賣 燒委會 難道他真的驗了全部 餅乾 那麼多 他也是抽驗熱門的 對吧 即是他沒有列在這個報告裡面 就不代表他就是零 可以是燒委會 他沒有這樣的本錢 沒有這樣的時間 都驗了全部 明白嗎 很少人吃假藍罐 那麼燒委會 就不驗了 冷滿東西 怎麼會去驗這些 對不對 好 可惜還是沒辦法 現在假藍罐我近年少見 但是超市 你們有沒有吃過假藍罐 現在你們有沒有見過假藍罐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收過假藍罐 老實說有沒有試過 假藍罐找我做代言人 找才算 到時再告訴你 好 來了 差幾分鐘 追一下 可惜還是沒辦法 差一點點 繼續進攻 就要繼續進攻 好 好 靠的 引了兩個過來 但是對面有很多防守 逼了後場 浸插也插不進去 會不會轉他靚邊還是怎樣 好多人 還有機會 好 走上去 嘩 這些電腦踩 繼續 會不會 隨便打進去中間試試 搏運氣 可惜還有機會 好 嘩 這一下漏 猜不到 真是漂亮 但是可惜 出到來還是被對面 防守難到 但是我們又再截到 對面一直都沒辦法解圍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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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對面這個大老 一路 我們中場不斷搶到他的球 但是沒用 不是吧 讓你這樣一個反擊 贏了會不會 這樣就沒有天理 剛剛說到就是這樣 我想你們自己留意一下 食物的健康 其實就是 就是 現時科技發達 就是 用了這些什麼油 或是怎樣 就是多了很多這些 潛在危機 嘩 哇 神經病 這個腦袋這麼厲害 打NBA籃球 嘩 有什麼可能這樣撲到 大哥 剛剛我兄弟 吃完假藍冠 然後第二天馬上喉嚨痛 對 這個就是我講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會容易導致你喉嚨痛 可能是烹調 或者物料使用 就是會導致你容易喉嚨痛 可能是極度燥熱 還是怎樣 又會這樣 吃藍冠曲奇 不會 吃樂家杏人餅也不會 喉嚨痛 但是有時候吃某些餅乾 就很容易喉嚨痛 說真的 這是我經驗之淡 沒有騙你 有些餅乾 就算你喝了水 也會很容易喉嚨痛 當然未必是像 但機會率是極度高 吃家盾會不會 很少吃家盾雜餅 你們在說那個 什麼家盾雜餅 吃都吃不完那個 紅菇 那個 那個 對吧 這個不知道 小吃就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答你不到 之後 這件新聞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那個 哈哈 話說最近 有個菲傭要告一個 請她的家庭 那個 丈夫 即是已經有兒子 那個本身是一個家庭 那為什麼要告他呢 就是說 我看報紙就是這樣說 他說 菲傭在底褲裡 發現男主人有 那些龍汁 有精液在 於是乎 上庭 今天公佈了第一庭 的對答 第一庭的對答 就是那個 男主人 他說 他說 這些精液 不是 因為他現在是告他強姦 即是非禮 那些 他說這些精液是怎麼來的 他說當時 他說他夢為 那個男主人就說 我夢為 於是 我就交給 洗衣 因為請了家務助理 家庭 當然是洗衣的工作 就交給家庭 於是 這個時候 就是 丟去洗衣 的時候 就放下去 這樣 他說當時 他拿了一個 雙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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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時穿著 紅色雙胭 雙胭 他說這兩天 就去夢為 所以 就被洗衣 結果 就放進容忍的底褲裡 先說一下背景 這個容忍 這個家庭工作 是五天 他說五天 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根據報紙說 他們 不知道 頭幾天已經吵架 當中 就是那個 不知道 老婆 不滿意家庭 煮食 不知道怎樣 可能不適合 有這些 喵煞之類 所以 現在 在討論幾件事 會不會是他們 吵架 然後 引發這些事件 或者 究竟會不會有一方 抵賴 或者有一方 故意 去製造法律問題 去做這些事件 就是因為 關係已經很差 而引致 這樣 有人說 有人說 他穿飞容底褲 有人說 是不是穿飞容底褲 而不是夢圍 為什麼 那些東西會 放進去 他的意思就是 可能 那個人有 龍汁的底褲 拿去洗 然後扔 他意思是 我猜 我不知道 是否扔下洗衣機的時候 可以放進去 這樣的意思吧 我猜 他說 讓他拿去洗 然後他自己 很興奮 或者他的意思就是 暗示 飛容自己 列造一些證據 這樣的意思 明白嗎 就不是說 飛容的底褲 不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他為什麼說出 這個 口供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 變禍 不是強暴 沒有做過這件事 這樣 OK 大家了解了嗎 好 來吧 看看這球怎樣 現在好像是 那件案是未審完的 即是你未知道 是誰 即是 告贏 告輸 那些 這樣 現在是未知 未知之數 如果稍後有些什麼 的話 我再告訴你 這件事 好 好 好 來了 第一件事 如何 這次一定要先贏 這次衝起 好 然後 最近我在討論區 看到一件事 話說 有一個人在外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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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改變 你的 條例擺放方式 你怎麼 都沒用 當時 這個事主 他一聽完 就覺得 愚蠢 他的舌頭 怎麼擺放 牙齒 什麼事 說什麼 覺得他不相信 他說 牙醫 還發了圖給他 他 他會在牙齒後面 例如 大家知道 下排牙齒 前端 門牙的位置 後面 會弄兩支 尖刺 兩支 刀刺 這樣 有一個刀勾 當然 舌頭 不能貼著下面牙齒 門牙 因為有一個 勾 他就說 一定要逼你的舌頭向上頂 他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說 因為 一般人類 口腔的習慣是這樣的 如果你 用口呼吸的時候 自然把舌頭壓在下排牙的位置 如果你習慣用鼻呼吸 就會舌底上額 什麼舌底上額 你的舌頭應該會頂著上額附近 或者是上排門牙的附近 一開始這個人 就不相信 他就覺得 神經病 低能 後來回到家 再去查 YouTube 各方面的網站 發現 原來 的確 這是有根據 他說 如果你從小 尤其是發育期間 你的舌頭擺位不正確 就會影響到你的肋骨 和口腔的發育 如果你說 一般情況會怎樣 最主要就是 下巴 下巴會縮起 你會發現 有些人的下巴很短 而且 縮得很甜 會導致他的嘴巴很突出 好像阿福 有點阿福 你知道我說什麼意思嗎 雖然有點誇張 就是他的嘴巴沾了出來 有些像狼、貓、狗 他的嘴巴沾了出來 他說 會影響到這個發育 如果你的舌頭 如果你的舌頭頂上去 就會 有些東西頂著 上額 就會令到 上額的口腔發大一點 牙齒就會夠位 而且 除了 我剛剛說 會影響你下巴的外觀之外 也會影響你的拳骨 也會影響你的眼睛 他說他的眼睛會變成 那些向下看 好像很疲 他做了一張圖 寫著 那些鬼佬做了 那些太的眼睛 如果你的舌頭頂上去 即是正確姿勢 就會有一個 Alert Eyes 即是眼睛的水平位 就會望向正前方 就會精神逆逆 各方面都會有影響 我的看法是怎樣呢 就是 我立即想起 如果你有看很多殭屍片 或什麼道士 什麼天師捉鬼 其實 道家的鍊氣功 其中有一個口訣 就是舌底上額 或者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剛剛說過 就是舌頭頂著上面 他說這樣做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導致什麼生津液 他說你的口水分佈又會好些 而一看起來 原來其實古代人 那些道家 其實都很有養生之道 即是很久之前 他已經研究了 就是 你要這樣做 除了健康之外 也會令到你的髮肉完整些 所以道家是 即是養生這件事 就真的是No.1 如果你想要健康 應該要多看道家的資料 為什麼呢 用口呼吸的時候 舌頭會很不其然 放在下面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你的口吸氣 如果你的舌頭頂上 那些空氣就是 無法衝進入你的口腔 所以這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本能 或者是怎樣的 人體慣性 人體工學 所以 嘩 你長期用口呼吸 就會導致嘴巴會突出 那些 沒有那麼好看 當然 你說這件事有沒有一個 超級科學呢 我又回答不到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人的經驗分 唉 差一點點 為什麼那個人 醫生說話不相信 然後Youtube 反而相信 這樣又不可以這樣說 醫生說話 不一定是100%對的 他肯去Youtube查 就證明 他一開始覺得 神經病 他一開始下意識是反抗 但他之後會有一個 求探的心去查 其實是值得一讚的 一個人要有探索的精神 任何事物都應該抱著 有一點點懷疑的態度 這樣才是判斷的事物 是不是正確的 應有態度 其實就不要這樣說 為什麼一開始 醫生說的話 也未必一定適合 醫生也是人 也有機會錯 當然他在那方面 他的知識 是比較豐富 但他也是有機會說錯 有時是值得 大家都要互相查一下 那些 Youtube不是人說 Youtube也可以是醫生說 多看幾個醫生的Youtube頻道 也有那些分享 對嗎 對嗎 因為網上有很多人說 有很多相關資料 有很多統計 你便會覺得 這件事是值得一信的 這樣 我的牙齒有沒有刀牙根 沒有 現在沒有理會 放任管治 像刀家一樣 但我有時候 會夢到牙齒 很恐怖 可能我自己 心理作罪 疑心暗鬼 我每次發夢 那牙齒做什麼事 好像送泡泡 就掉了 糟糕了 立刻嚇醒 我一嚇醒 就用舌頭 點一下牙齒 然後再大力推一下 嚇得我 原來還這麼實 沒事沒事 所以 雖然放任管治 但也有陰影 但沒有聽到那個人說 因為我也有上網看過很多牙齒 有些鬼佬 有些鬼佬牙齒說 這一代的醫生 鬼佬經常說 叫人們拔牙 去刀牙根 他都說有問題 他就說好好的 有一隻牙齒 有得救 留在這裡 這些是天生的東西 他說你拔了就沒有了 那些鬼佬也是這樣說 當然有各派治療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就不會說 杜牙根不對 以現時的牙醫領域 他就會覺得杜牙根 會有某程度作用在這裡 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暫時不需要 我就沒有執行這件事 好 他說你不要經常咬牙齒 你知道嗎 我也有看過咬牙齒這件事 他說是對牙齒有幫助 道家 每天用力上下牌 用力咬合 不知道什麼八次 就會令牙齒強健 用力咬合 就是多一點訓練你的牙齒 這樣 牙齒不需要 好像會慢慢掉 或者怎樣的意思 可能咬牙齒 就是會頂緊牙齒 之類的 讓牙齒 就是讓牙齒 插緊一點 在牙齒 之類的 我不知道 就是道家說的話 他腺底上我 很多年前 你都不知道 以為他胡說 24 說吧你 現在證明了 是會有幫助的 還有 剛剛我說的 可能有些人就覺得 立即在看自己的嘴巴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這樣 有這些壞習慣 嘴巴有沒有凸 之類 其實他說如果 你在發育期間 即是立即矯正 那就最好了 他說就算過了發育期間 你再做都會有少少效果 因為這個口腔會長期 你這樣使用 它會影響你的肌肉 骨架 也會有矯正的作用 即是如果你發現你的下巴很縮下去 你跟著這樣做 即是現在改變 綿頂向上 你的下巴也會 健全一點 會有一個矯正的作用 即是像你坐姿一樣 你長期鞠躬蝦米 就不要 但如果你矯正 可能你本身已經是隻彎 但你現在矯正 坐正 立正 也會對你有幫助 人會更好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好的姿勢是很重要 不只是我平時走路 坐 站立 原來連口腔 尼擺的姿勢也會有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這些小學見教應該是教的 我看的帖子裡面 還有探討過一件事 有些人除了我剛剛說 會把牙齒放在牙齒後面 防止牙齒放進去 不是探討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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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會看到有一個療牙狀的東西 按在後面 還有一件 好像牙膠 牙膠 好像打拳那些 護牙的用具 它就塞在那裡 然後有什麼用呢 就是令你的口 沒有空氣 可以轉進去 就是要逼你先不要用口呼吸 因為用口呼吸 就要把牙齒放進去下牙齒的位置 長期塞緊密封了口 就會引領你習慣用鼻呼吸 久而久之 舌頭就會向上頂 也有很多這些 矯正的工具 他說這些矯正工具 最好就是發育時期用 尤其是你睡覺 你睡覺 有時你不知道 你以為我睡覺 就是用鼻呼吸 不是 睡得倒下 就在那裡 好像卡通片 那些人抹大口 在那裡 那些 那些人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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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的舌頭已經不放在上岸 那就是晚上 你生長激素最濃厚的時候 那就是影響你發育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 如果你想知道 以後你會知道 你將來有子女生寶寶 你就要記得教你的子女 就是這樣 你現在用口呼吸 神經病 你就逼他 要用鼻子 要教他的舌頭 一定要頂上他上面 那些 好 看這個怎樣 看有沒有機會 嘩 差一點點 頭按下去 就有 還有機會 可惜 剛剛有些兄弟說 什麼真的 什麼小時候都有哨牙 但是自從矯正了呼吸 之後 一隻哨牙都沒有 因為你的口腔發育大了 為什麼有哨牙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你的鱷骨不夠位 讓牙齒生出來 你的鱷骨不夠美 不夠位 就像你香港的房屋一樣 十幾條屁股在一間 一百尺的劏房裡 一間屁股 屁股 屁股 大空間 可以整齊地擺 就不會凸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的道理 有什麼趕不趕得及現在 他都說現在 就算你發育完成後 都會有輕微的幫助 就像我剛剛說 你坐姿 企立的姿勢 都有幫助 就是你脊彎 是時候轉過來 辛苦各位隊友 這幅圖是由蜂蜜綠茶家珍珠兄弟所畫的 要開始練功嗎? 事務好P 當然要讓我去準備 請等等專家先請等等 是的 請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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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位生日啊 黎小枫生日快乐 马振熙生日快乐 马振熙生日快乐 还有哪位 在陣街 Safire 哪有哪位呀 Merry HongSafire 哪有哪位 何宅堯生日快樂 是不是蔡真街 胡企進生日快樂 大家生日快樂 由於時間關係已經刷到2月24日 就賭了一些錢 我想確認一次是否刷到2月26日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 有沒有什麼要做 我免得過龍之類 又是什麼 又是否偷玩 我刷一次給你看 還有幾天 你們看看 你們知道 這件事多麼辛苦 我刷這件事 我覺得是挺辛苦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些位置 你不是只放在這裡等 那麼簡單 按幾個按鈕就可以虛度光陰 首先 一早就說 一會兒說 現在說 根本很難跟你說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感受到 非不密的言語 我先問一次 現在是否去到27日 還是怎樣 27日到3月1日期間 在福仙街裁縫店會發生 前提是要好感度50 我現在應該好感度有50吧 現在可以繼續虛度到 現在可以拆給你們看 現在可以先拆 告訴你們怎樣拆 拆到時間 夠時間 還是快 先回路 這是我…… 這是我要去的地點 放到這部 圖行有東西收拾 哪裏啊? 那裏就去吧 順便去賣 沒所謂 咚咚咚咚咚咚 如果要我洗到只剩500元 我都不知道怎麼洗 怎麼洗 寄書都買了很多賭 不斷狂賭 扔錢下街 狂輸錢 求求你給我輸錢 我身上癢 我多錢 求求你輸 為什麼有什麼道理要輸到只剩500元 什麼主線劇情 交租交了多少 幾十元 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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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了幾十元 有什麼用 方來女社條行有東西收拾 這裏就是了 上次我經過不知 因為趕時間 所以沒有走 方來女社 方來女社 哪條行呢? 直去吧 還是轉左 還是怎樣 有人知道 但哪個 哪裏啊? 有人知道嗎? 哪條行啊? 直去 下層 дв 還是 哪裏? 真的 哪裏 還有什麼 收拾啊? 是甚麼喜利式 不怕 沒有雞式 這條行啊? 阿叔 怎樣? 怎樣?在做什麼生意? 在搬貨 福仙街街頭街尾 有當黑店 大小巴月娘怎麼都輸 剛剛進來那裡轉左 直去轉左 上次不是來過左嗎? 就是這裡 只有這個洞可以進去 那有什麼收拾? 這裡沒有 這扇門不能進去 這裡是賭錢的 有什麼東西拿? 又說這條行有東西拿 說了很久了 上次進來查 還是被木板封住 有它 為什麼會被木板封住? 為什麼? 你說這裡吧 這裡就是被木板封住 就是這裡有東西拿 為什麼呢? 我不是做齊了所有東西 我還遺漏了什麼? 搬貨佬裡面 怎樣才可以拿在一起? 交租又長輩 真是假的 最後先 要先交租 騙了 好亂說24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交租 打艾琳前去就會沒有木板 就是打了就去不了 不是吧 低能 神經病 有什麼東西拿? 什麼包租公帶你去?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有什麼? Leon封住的 重玩吧 Bad Ending 有Figure拿的 就是拿到抽蛋的東西 扭蛋我自己扭吧 我錢多了 沒什麼所謂 只有扭蛋 現在教你如何虛道光陰 現在二十幾號 我們要去到二十七號 首先第一步 現在我已經 中段的 第一個步驟在搬輸 如何使用時間加速 我都未跟大家說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 稍後有機會再為大家說 第一件事 就要去 插彎 有一點點技巧 但也不能說很多 但要有耐性 還有技術 還有一點點策略 在這裡 大老街 現在要去 糧品電腦 這裡像深水埗 什麼什麼電器 灣仔 灣仔有沒有那麼多電器 灣仔以前也有的 什麼電腦城 那些 188 那些 好 大老街 怎麼做呢 由於 又要 這邊 由於 就要 怕觸發到 所以 推介 就在文武賽館 好 這樣怎麼做呢 怎麼拆法呢 首先過來這張 爛鬼桌 好 這裡我試過了 那你不用理他 你只要按 試 試點點點 我放超安全 然後你不用按 你立刻狂拍 然後就等待 按 隱瞰 來打開 所以,就不會太快 但,就是不算有強迫先像時期 要開始按 我通常點用天藍明月刀 有時會一直按這個,有時會是傷害 然後呢 通常不知道在8點還是9點就可以睡覺 但我不建議睡覺,是虛道光陰 為什麼呢?一會兒你就會知道 我就會解釋給你聽為什麼不要回來睡覺 好 然後就這樣,等待,又過一天 有什麼錦刀給你賣到天下明月刀廣告,很厲害 沒有賣,我真心玩 因為我是傷害 因為你在這裡做,我就單手在這裡按 用一隻手按這個手鈕 這個按得太快就已經慢了 你不要狂拍 我就是一隻手按手鈕,一隻手按鍵盤 在這裡玩 就是這樣 好 就是輕鬆玩,跟人們吹一下水 跟幫會的人吹一下水 這樣過 幫會有幾個兄弟 其中一個兄弟是經常陪我練功 不得不讚他 就是不敗仙子達姐 他經常陪我打 陪我阿星又給我道具 這樣就拆了一天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就回大元樓 這樣就已經到一天了 立即Safe 為免你說什麼 等一下 Safe這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不知道你說什麼日期 現在2月開始緊張了 我就Safe在這裡 好 當然他就經常陪我練功 給我道具 有時我們打到三點幾四點 一直陪我刷 給你看 好好睡 好好睡 花月娘這麼帥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姿勢睡 即是把手放在後面 手不避 早晨 起床 穿鞋子睡 真是刺馬筋 難怪你有牛皮 早有香港腳 好 好 那怎樣 好 好 好 這些不用看了 那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給你們一些東西 我還領悟了一些新東西出來 首先就是 如果你在那裡搬你的頭 那你去哪裡 他會立即罵你 他會抓你 還有如果你不做事 他也會繼續罵 不然 免得你 我拉布 那怎樣 怎樣令事情快一點 首先 你一定要先搬輸 但你搬輸 不是為了做事 然後 一出去 你狂按 十字按 立即掉下去 麻煩你穩陣一點 然後你可以立即剪掉 然後 立即放下去 因為他是強制 因為你不放 就會很慢 剛剛 我就已經過了十幾分鐘 那 你為什麼 你不繼續在那裡 跌跌跌 是因為他已經不會再跌跌跌 你要搬幾次 才會一程 一跌三四次 然後 你立即這樣 立即飛了他 你看個鐘 現在 已經過了幾個字 所以你就可以虛到光陰最快 如果你就這樣放在那裡 就會很慢 所以你一定要特意拿一些書 出來扔 好 現在你又拿了 一跑出去 你就狂趴十字按 因為他永遠不會出上那個指令 DDDD 然後馬上交叉 你看看 又虛渡了大概 幾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左右 好 然後 你要去到第四 第五本,然後它會在一層書中有機會跌三次QTE 三層全跌就已經可以磨 磨了一個小時,一點點點,立刻飛了 終於飛了,大概九個字 你看看,已經11點了 然後你下一個書應該就可以讓它收檔 或者一至兩本,這樣應該是最快可以令到早上的時間磨完 好,又是假裝弓之鬼 馬上吐了,立刻吐喲 吐喲 來多一本應該就能收工了,OK 又是廢青弓,因為現在讓你看看它會罵你 它會罵你 它會罵你,現在什麼都不做 來啊,在這氣的時間 一會兒它又會有話說,又會有話說 它會罵你 快點啦 它有話說,它會罵你 你討厭我很久了 你討厭我很久了 你不討厭我很久了 你不討厭我很久了 有什麼話說 你在這裡做什麼 把書搬出來 繼續罵吧,罵飽它 你等久一點 只要你什麼都不做 它就會用一些惡毒的言語來罵你 唉,收工了 行了,收工了 然後你馬上飛去 為什麼我剛剛說 你千萬不要離開茶碗陣的文武菜館 回家睡覺呢 因為這樣最快 然後你馬上出去 這個門口 由於你昨天去到 強制回家 所以你就按 昨天的地點 你就會出現這個選項 從昨天出發地點出來 然後如此類推 你就繼續這樣洗 然後立即狂按按鈕 然後就等待 這樣就可以磨一天了 這樣就是最快 這個就是我最快磨時間的功量 好,我的心得 我這樣做的有什麼感想呢 其實也很辛苦 你不要想很容易 因為早上 你很多東西都要你自己手動去操作 你不可以就這樣 按兩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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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如果你就這樣放在那裡 我試過看完整個蓋璽的蠔盒 只是過一天的 即是如果你打算 我放在那裡一天就可以了 是不可能 拆到那麼多天的 你必須真的要這樣操控 消耗時間都是要講策略的 你知道嗎 要打發走的時間都不容易 有什麼沒事做 真是辛苦 你說得很好 啊 達哥你上集最討厭複頭 最愛貴章 今集你最討厭誰 最愛誰 都玩到還沒出光 之後再說吧 暫時是說最討厭誰 暫時是說最討厭的 呃 想一下最討厭誰 包了我不會 其實給我住了幾天 雖然他的口臭一點 但其實是深善 呃 想一下最討厭 偷野那幾個爛坦 小偷其實也挺討厭的 很有印象 想立刻打 還可能抵賴 他們拿走去賭 怎麼搞的 假裝無辜 小偷 有多黑 然後還有誰 想一下有沒有其他候選名單 呃 呃 可能是這個搬輸 這傢伙 一開始叫我抹東西 好處 啊 你想見什麼 你想見我們那個 什麼大 呃 紅獸鷹還是什麼 見我們主持 還是什麼 叫我在抹牆 還是什麼 就是 雞毛蕩 凌箭 都很討厭 正鴨 正鴨 正鴨也OK 因為很少動物可以令我憎恨 恨之入骨 占卜妹 占卜妹 對 占卜妹也是要入頭三 黑人爭 又說什麼暗戀人 其實是困你 想你沉船去占卜 勁救 這些是最賤格 欺騙人感情 最不要得是這些 看 想最好的 最好的人有哪些人呢 就是 暫時最喜歡的有誰呢 我想想 我暫時最喜歡 喬姨 喬姨其實不錯 什麼都幫你忙 接著又有 包租公 其實挺好的人 不過他也是看著喬姨 所以不可以說超好 包租公 呃 獸應一半 或者可能那個什麼 方媒 暫時好像是對我最好 好 好 先傳檔 來了 現在可以正式玩了嗎 還是要等到27號 做了那個 什麼買禮物的event 看看 最喜歡的 那人不是叫 那人 賭 賭店的老闆 飛了他 不用看 那個賭飾仔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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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八月娘來了香港之後 由於有專人叫他起床 他都決定不教鬧鐘 以前都會教鬧鐘 喂 用不教啊 有人來叫我起床 等到一天啦 好刺 每天都要一個小女兒 那時 就這樣 你點我做事 最懂得點紅點燭 現在是被你聽他罵我的對話 再去消磨 然後再消磨 你有沒有試過小學生跟我罰企 老師就說你對著牆壁發露鬥 即是狂罵他 因為他根本沒什麼所謂 自己好像冥想入定 老師本來想要懲罰他 誰知他猶言自得就會很敏 他說我叫你懺悔 你居然發露鬥 即是立刻抓起他狂罵 你幹什麼 請把書搬出來 還有東西要說 有什麼 什麼老虎 什麼 不知道你說什麼 找藉口見人 要別人叫他起床 你們有時候追女生也會這樣 叫人魔靈靠什麼 什麼 怎麼樣 你要做事 要不是 要不是會怎樣 現在可以正式玩嗎 現在可不可以正式執行進度 知道嗎 現在可不可以正式玩嗎 還是要等到27號 等等 他已經變成機械人 即是重複說 因為他已經想不到什麼 可以罵我 你要做事才行 要不是 會怎樣 炒我一笨 我天天和你老闆一起睡覺 但他會做事 然後還會輕生 然後還會繼續 繼續 繼續 一點點 好 然後 會繼續 虛道一天 又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他說那些惡毒儲惠 你得工作在乘 為什麼我一定要工作 意思是我要打死一輩子牛公 丟下去了 慢慢搬輸 說真的我寧願搬也不想排排 可能更難排 一般雖然是粗活 辛苦一點 但是你排也很麻煩 希望下一程可以完成 這個小事 有什麼拜月亮的褲子 是不是已經黏住了肉 可能是 可能是 鞋子也是 也不脫鞋子 有什麼 可以了 時間到了 不用動了 懶得搞 你累了 可以了 閉嘴 沒有什麼跟你說 天天都要曬 沒有這麼多輸 天天保養 像你做運動 曬完今天 又再曬 沒什麼所謂 好 這裡試過 不用理他 這些廢話 現在還要多拆一兩天 就可以了 那個臭丫包在旁邊吃東西 我現在好感到夠味 一會再在他旁邊躺躺 一會兒 虛道光陰到三點 就可以去裁縫店買東西 可以了 27號 我知道 那個臭丫包 走了嗎 你不要走 臭丫包 Hello 我的好感度如何 我 他一定要這樣 兜來兜 兜 像烏鷹 蜜蜜糖 嗨 這麼巧 不是跟你搭散 做你的事 阿姐 好空 還是已經加爆了 是不是已經不會有話 沒有人知道 你說什麼很囂張 他還囂張 我已經 他說什麼是不是一位 我有女陪 兩個三位 應該沒有了 我看來應該是沒有了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虛道光陰 去到27號 這樣已經是最快 所以我已經獨自 把這個過程做了 二十多三天 你們怎麼看 你們有多少人 有恆心 說實話 如果是一般人 玩是不會知道 這些是很 你跟回正常遊戲進度 你是很難捱到 這麼後 這些日期 正常是 除非你真的 天天在那裡 胡亂做事 或者去賺 打一份牛公 這樣賺錢 這樣就好 你很踏實的話 可能會這樣 花二十天去上班 然後去沙撈 這樣做做做做 這樣就有這樣的可能性 否則 正常你都已經過了 你肯定是 不能觸發生日的活動 繼續 有什麼烏鷹 烏鷹 烏鷹 這個屎 我又看到那個 壞女包 經常在那裡 坐一整天 她都在那裡 射王 坐到六七點 她不用做事 咳咳咳 咳咳 以前有沒有隨時 搜尋 好像是 D.C. 沙木2 好像也有 問題是 你不知道 以前 你一開球的時候 你沒有人 沒有這麼齊全的攻略 也沒有人試出來 你想想 要這麼做 這麼多隱藏 這麼多東西試 高手都沒有試到 終於走了 由早上下午 一坐到七八點 她也是廢青 坐到九點 這個方媒 她也挺爛的 我就刻意去 浪費時間 又是什麼 我沒有拆時間 拆到1997年 1997年 肯定沒有了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有出沙漠攻略本 也不是一開始出的事 好 繼續 今天又去到那一天 Dameka 沒用 回家 好 錶又響了 跌跌跌跌 在這裡坐了一整天 其實一真正在香港 已經馬上被人罵你 非天 喂 小子你坐了很久了 有些嘔吐 你馬上趕你 整張燈 踢走你 好 立即傳檔 好 現在已經去到 26號 27 26號 現在應該夠了吧 終於拆夠了 OK 搞定了 很辛苦 有東西看 獸英 我要睡了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獸英 好像生氣爆爆 接著 鮑魚糧 好像做錯了些什麼 在那裡 在那些 學生哥 對miss 說 Hat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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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好 當然是虛道光陰道 3點 到3點 去什麼 接著就可以了 收爹 4K Fa 好 馬上又再丟輸 馬上都放進去 終於 時間 很辛苦拆夠 有 你們說得怎樣 對於 你們看過我一天拆的功夫 你們覺得 拆 你們拆這個過程 你們說得怎樣 你們有什麼看法 你們覺得舒服還是怎樣 硬的 你說什麼很有趣 怎麼有趣 怎麼有趣 我很想知道 你怎麼可以領不到有趣 還說我偷玩 不然 我現在整個小時 你知道嗎 如果我在開台那一小時 做這些 都不知道有沒有做不出來 都不知道有沒有過了十天 時間 看 那是什麼 很棒 有得浪費時間 所以馬上買來玩 因為吸引到你 好看 到下個月都可以 騙了 騙了 你們只會說這些 嘴巴請強 根本不會這樣做 還說我偷玩 這些下難的東西很辛苦 等於我說 就酒樓 那些 那些杯杯碟碟 幫人家清 那些 送頭送尾 洗碗很辛苦 你們說 好有趣 哎呀 好棒 很想去做這些工 一聽下去 就覺得是一種 饑馥 你會不會這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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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還要 還要 要到三點鐘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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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啊 所以這些辛苦的事情 讓我自己做 擦這些 來吧 等一點時間 就會過了 如果是dc玩save不能backup 因為save真的跳樓 dc是插東西save的 他的手要插 不知道 一部機仔的東西 做save卡 沙漠的save很大 會霸佔很多位置 好 找劍文練功 找劍文練功很浪費時間 那條路很遠 要去到3點 我們可以玩一次茶碗陣 過去就可以了 終於拆完了 剛剛拆下去 拆到2點半 然後走過去 蝴仙街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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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好 閉嘴閉嘴 行了 走了走了 那個死小妹 又在這裡 又在這裡 但現在我們要趕去蝴仙街 蝴仙街的路 在這邊 他也說明了 蝴仙街 然後就可以找到那個 啊 這裡啊 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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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本格 裁縫店 哪裏 裁縫店 三刀小路 現在要去 小姐唱歌 是不是夜總會 夜長 一向去找小姐唱歌 三刀小路 三刀小路 哪裏是三刀小路 這裡 三刀小路 本格裁縫店前 三刀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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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有東西看 在這裡放棄 在這裡等 阿婆有什麼好看的 啊 是不是 什麼事啊 八月了 附近有什麼餐廳啊 啊 附近有幾間的 你問附近的人 或者會告訴你 他就說附近 他就知道附近有 但就不告訴你 你再問其他 啊 啊 多有趣 附近有 不過你問其他人 Complete Clothia 裁縫店 原來叫Clothia 本格 什麼叫本格 看 Safe 好啊 好啊 Safe Safe 在第二格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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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會自動發生在本格裁縫店前三點鐘收到 發生完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正常玩了 啊 起起裁縫店 福斯理髮店 是不是 之前有個瘋子 章魚理髮店 那間叫 拿刀桶下去 魔街理髮店 如果我反擊他 就會說 你沒有武德 別人拿刀向你 你就要 被他 握頸救命 那就有武德了 那個武德叫什麼 傻 那個武德叫什麼 2月27 現在不是2月27嗎 現在是2月27嗎 星期五 對 好啊 夠了 會不會這個event 又沒有辦法成功觸發呢 叮噹叮噹 那個event 對 你大膽被人捅也沒事 好 來吧 我哪有早到呢 2月27 3點了 喂 糟了 過了沒有 喂 怎麼搞啊 好感到累積114 怎麼辦啊 蛤 3點0 4分了 大膽 喂 喂 不是吧 我好感度不夠嗎 沒理由 數和天才看數字都fail 哪裏 上面 你看到 日期是最上面的行 不是看全檔 是6287元的日曆才是日期的 哎 幸好 聰明的聲音 入場 嗯 立刻拍下你的照片 嗯 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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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麼啊 沒事 真的沒有啊 你是不是找些什麼啊 沒事啊 沒有什麼特別啊 那你呢 你不是應該在這裡浪費時間嗎 我覺得你 啊 什麼事啊 發生什麼事 喊什麼 啊沒事沒事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啊 我要快一點啊 再見啦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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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東西是不是有什麼奇怪啊 看一看 轉過去看看 走近一點 轉過去 轉過去 又看不到那個東西啊 剛剛不是在藍色那件衣服嗎 進去看看吧 問一下 可能會有什麼劇情 好 喂 有個小妹好像很喜歡你的東西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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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可以拆它的帽子耶 欸 對,我自己設計,用來配搭衣服,做Demo 只是展示品,陳列品 我的假石是假的,所以在細節上下了很多功夫 所以我很喜歡它,暫時沒有想賣掉它 你可不可以賣給我呢? 我想將它送給一個人 如何呢?求你,好吧 你贏了,我再做一個新的吧 謝謝你 我可以令你這些年輕人做到這個程度 我真的想見一下,我可以令你這樣做的女人 我應該給你多少錢呢? 嘩,150元 我借了我,不過我有錢,150元? 我有錢,不買吧 150元是要回三天工,你知道嗎? 60元一人 你看,樣子很不願意 好吧 好,我幫你拿吧 好,來吧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幫我 這份禮物很用心 如果你喜歡的話,我也很開心 是 什麼?邪屍,什麼意思 好像有什麼 壞主意 在泰魯街的高級古玩店會看到 會看到艾琳 會知道那個 芳梅買生日禮物 OK,收到 他想買給自己 他生日,想買東西給自己 然後他沒有錢買 現在要去泰魯街 泰魯街 eso 我這集《觀玩》 今集《沙牧耳》 就少了去幫恩了 有這種 座仔 因為你會覺得 街上太大 而且更多鋪 很難知道哪知是 その座仔 所以可以選品 便利店等等 等等等等 現在高級股碗店會看到艾琳 好啊 是不是這間高級股碗店 Over 太老街的高級股碗店附近 正在幫人買禮物 附近很大幸福堂 這裡每間都高級股碗店 這裡有 有沒有見到艾琳 有沒有見到那個鬼妹 有沒有 看到你 我買了東西給你 靚妹 跟你聊聊 方美 阿娘 你想問我什麼 當然不讓我繼續問 在哪裡 高級股碗店不是這間 有很多高級股碗店嗎 高級股碗店附近 燙燙燙燙燙燙 這裡有高級股碗店嗎 喔 周圍這個 喂 哈囉 Eileen 啊 梁 你這裏做甚麼 我在玩花瓶啊 紙波 是呀 但我找不到 但我找到門現在 你要買一個 是呀 你決定了沒有阿梁 誒 決定了甚麼 說甚麼 禮物 プレジェンド 你說甚麼 芳梅啊 芳梅啊 她生日就到了 喔 生日 我知道了 是呀 Yes 3月3日 芳梅就要15歲 15歲 喔 15歲 我不是應該都給她甚麼 她會很開心的 誒 你送的禮物 芳梅一定會很喜歡的 誒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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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沒有抄落筆記 扣女 這些重要的東西 可不可以再跟她說 Aileen Aileen 你送的禮物 一定很喜歡 可以了 先收拾 現在等到3月 3月3月就可以了 現在可不可以進行劇情 即是去甚麼豆漿 現在可不可以去豆漿 拆到3月3日還可以送禮物 現在可不可以繼續執行 即是繼續玩下去就可以了 不用拆 可不可以 又可以 又可以去豆漿 豆漿軒的 條路在哪 在八巡街 在哪裡 看一看 文露了 路在口邊 摸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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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在哪裡 豆漿軒 福仙街 是自己記得的 啊 那條街就是啦 你自己問吧 我講一下自己 原來 在福仙街 這裡不是福仙街 是紅藍街 走鬼坐 福仙街在上面可以進去 看到想要看到 要解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 福仙街 他的不直接問人 要找人 是福仙街的 宗漿軒 好 我工足沒有打 你看看伏頭那麼好,劍文是高手 你無法打他 你一下也無法打他 劉章軒 這裡 在這裡 你打伏頭就打到豬頭餅 但你打劍文就太厲害 他這個婆婆有點生氣 我可以在這裡擺茶彎錢 先擺一下 開始了 已經會背過茶彎錢 好 等待 好,來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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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吧 現在還有時間 再去吧 菊仙街 八秦街 可能可以回到家裡 好,去那裡吧 藍天咖啡室 現在看看這樣擺不擺到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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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現在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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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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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至四十二天行程 一 述樹 而 運吃 等死 浪費生命 真的很可憐 狼費生命 好!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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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看看能否去到 試一下我能否做到 照去藍天 可能都一樣會觸發到 還是沒有? 省時間還是怎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攻略是送完禮物 先去 斗張軒 安全計算不好? 這樣嗎? 這麼恐怖 你說到我馬上來一來 你知不知道? 嚇到我瘋了 看看 27號 那我們去藍天 這裡 你知道了 你就去藍天咖啡店 藍天咖啡店 紅藍街也能走到 例如在藍天咖啡店 我又要自己再拆到3月3日 3月3日 3月3日 叮 打一局見聞 浪費一下時間 噔噔噔 見聞我來打你 好像在那邊走 我看到公園的樣子好像在那邊 噔噔噔 這裡啊公園 這裡是橙泥車 前面是不是公園 糟糕 糟糕 這個死人的東西 好 賢民 我現在要練一招 好 衝 死仔包 死仔 衝脫 阿弟 看到嗎 那天他演變招式的時候 衝脫完就可以繼續坐下去 衝脫 衝脫 看著 衝脫再打 要出得好 不是那麼容易 滾下去 撞啊 記得嗎 擋啊 招 招下去 見聞 叫我修煉 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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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擋了第一 嘩想橫拖 狠 衝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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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打到第一 撞才有 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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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為什麼動不了 打到他死了 所以他動不了 KE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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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什麼好說 沒事了 我純粹想打你 好 我一定要問你才可以打你 你有沒有加到能力值 剛剛是打 用的 衝脫 好像有 是會加的 你看 好像是 不過加的不是很多 菜真街 去藍天咖啡店 你還沒有賽企我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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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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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瘋 香港仔 Queen's Road是天橋 Queen's Road裡面會不會有隱藏的東西 表面上只有這麼短 這裡有一條小巷 會不會有隱藏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 藍天咖啡室 不知道會有什麼 有什麼做錯步驟 不用 沒有做錯 他說攻略是3月3日才做 才好進行劇情 以防萬一 才好他做什麼豆漿 這是什麼? 九丁咖啡 藍天咖啡在哪裡? 再前一點嗎? 還是剛剛過了呢? 是不是在碼頭? 爐灣碼頭 好 有什麼打的? 打工打到藍天 好 不,這裡是開運馬 開運什麼 哪裡啊? 開運食堂 Blue Sky 是不是這裡? 藍天咖啡館是這裡嗎? 還是怎樣? Blue Sky是酒吧 是不是這裡 不知道 就是Blue Sky 是不是就是藍天 它是用英文 草灣錢 好漂亮喔 看來我可以在這裡放草灣錢 好 來 好 好,來 坐桌 好 這些 這些是咖啡杯錢 不是掐彎 哈?咖啡彎 這個是 娘 欸? 你在做什麼啊? 我來玩茶杯 欸? 那個桃園 我記得有什麼地方看過的 你知道什麼啊? 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我以前應該有看過 你在哪裡看過? 欸? 欸? 好像是童章軒啊 童章軒? 是 好,我知道了 蛤? 啊? 梁,你為什麼這麼急啊? 啊,不好意思 他什麼事啊? 蛤? 偉姿嗎? 好 好 在第六格,以防萬一 好,就這樣吧 OK 看一本書仔 他寫了什麼筆記 開運碼頭藍天茶碗陣 就是這樣 就是他告訴你 這裡可以放茶碗陣 僅此而已 然後現在要到3月3 但時間都差不多了 有什麼好做 收工吧 要多打劍文就算了 咬多次劍文 打到金 再打劍文一生之後就睡 之後就收工 你們怎麼看 打完劍文一生 休息 有什麼賭錢 賭了現在很多錢 我有一副可敵國 六千多元 當時在香港買到樓 好嗎 雖然一天酒店 一天爛鬼酒店 幾天錢 就四十元 我已經可以住幾二十天了 住夠一 十天就四百元 一百天就幾天 四千元 我已經可以住一百天了 幾個月租 你就知道我多有錢 好 他說當時買樓至少十幾萬 那賭吧 六千元 全賭幾次 已經有了 贏一波 去到12000元 然後再贏一波 24000 再贏一波 48000 然後再贏五六波 那就搞定了 那天打劍文一生 一天可以打劍文幾多次 無限次 打下去 一拳打下去 進ICU 滾吧 契弟 不要妨礙路 走路 慢吞吞 有人試過玩沙漠 來打劍文進ICU 看看 大家猜一下可否 咬到阿伯一下 有些人說什麼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用飛燕連X 比較容易 咬到阿伯 看看 飛燕連什麼 坦白說 那招牠經常合在一起 你很難知道 前前X 不是 燕旋腳 不是 三日月軸 不是 後前走 不是 龍星 又不是 馬蹄腳 虎亂 身 飛燕連藥 後前正方 X 又說出20次 可以咬到健文一次 咬到有沒有獎品 哈哈 想不到這個年輕人打到 好吧 今天會不會有這樣的劇情 然後全授我新功夫 好像是Hunter獵人 他說什麼 如果你可以拿到皮球 立刻讓你做廉人 他說什麼 立刻要開 賭局 你記不記得 我來打你一身 GAMEAN 好啊 是 她笑到像馬一樣 我和你打很開心 後前征方 好啊 慈懶 我完全不覺得她有 她有個 踢得好 嘩 這樣叫不叫踢中 她擋了都不算踢中 嘩嘩 這樣叫不叫打中 嘩 錯下去 好 嘩 嘩 我未成熟 嘩 嘩 死 死 看啊 打中了 傻子 撩下你幾腳 嘩 做什麼事 神經病 浮空技 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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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OK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 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繼續 等下 等下 稍後 不是和你們這些混蛋說話 回答什麼 我要稍後 不知道衝過來做什麼 好 等下 應該稍後在第六 在第七 隨便 我怕稍後 看看功虧一季 超式有沒有加到 有沒有升到 好像有 好像有 對著 跟邊潮文差不多了 還有這個 叫做 蜂蠻綠茶 加珍珠的 潮文 就是這樣 14.9的年票 就是這樣 經常聽大哥 分享很多發達大計 今次 我就分享了一個想法 話說 我前幾天放光的某間 有賣傢俠 經用得吃東西的店 吃晚餐 叫了一個 10粒肉丸 再用7元 買杯自助凍飲 去到自助水巴 倒好 杯八二連可樂 還有位開餐 吃到差不多了 我小小品嘗 用玻璃杯 裝著八二連可樂 當我眼看杯底的時候 有些東西吸引我視線 這個杯竟然沒有這間店的Logo 因為這間店是大公司 所以從小到大的家具 都會有Logo 當下我就想到一個問題 難道這間店不想客人買到一樣的杯 博猛不給錢 飲凍飲 所以外賠買杯 我一吃完 就馬上看看有沒有這個杯 誰知道 有 好 14.9就是這個杯的價錢 這一刻這個杯就等於一張年票 有這個杯可以帶無私養 有空去店裡飲飲 夏天熱辣辣去針 晚上和朋友談心又去針 全年無限凍飲 就好像自己家裡 有空去飲飲 約人的時候跟我說 一起喝杯 我請 之後帶他去自助水巴 拿出14.9的年票 針完一口 多甜 還有 那些人經常說 送禮一定不要送杯 但是這個14.9的杯 真的不失禮 帶時帶節加換禮物 送禮物給男女朋友 都可以 因為他不僅是杯 還有一張全年任飲的通行證 希望高層不要看到這篇文 否則這個玻璃杯會停產 這當然就是自律 外國那些通常自助的都是 預理自律的自己守規矩 那些事情就是說笑 就是讓大家笑一下 搞笑 那大家當然不要這樣做 那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就是這樣先啦 完